出去 走 孙宝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说干什么呀 但是赶紧走了 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好好的 连孩子也有了 你怎么就让我走啊 哪好了 你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子了 这分就是个黄眼婆 我现在看不上你了 孙宝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我们还有孩子呢 这孩子可不能没有妈呀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帮我说两句话呀 涛涛 求我也没用 你不知道 在这个家 我儿子说的算 既然我儿子让你走了 你就走呗 听到了吗 求我妈也没用 我告诉你 我现在看不上你 你啊 一没钱 二没长相 除了给我们家生了孩子 你有什么用啊 我告诉你 我现在 谈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她家可有钱了 她说了 只要我跟你离婚 离开了你 她就给我们家 买一个大房子 妈 以后咱们就能过好日子了 涛涛 我儿子说的 你都听见了吧 就要给那个女孩 接两婚 我儿子 就能少肥那二十年呢 我从来都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种人 难道 你以前对我说的那些话 都是假的吗 涛涛 我说的那些话 只有你这个傻子会信吗 啊 行了 儿子 别给他那么多废话 涛涛 见我儿子 都说不要你了 你走吧 就是 拿着那 赶快滚 走 那边回家 行 我走 你们别后悔 你们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们后悔的 进 黄总 你交给我的方案 我已经做好了 请您过目 啊 行 不错不错 你啊 就按照这个方案执行就行了 我相信 你一定能做好的 好了 黄总 不过 黄总 我想跟你请个假 请假 怎么了 我婆婆 最近身体不舒服 所以 我想跟她做看面 行 那 我拼你的假 你什么时候啊 跟你婆婆把病给治好了 你再什么时候过来上班 我把这个项目 交给别人负责 行 那我先下去了 行 婆婆生病了 这么多年 我也没回去了 当年 那对很新的母子 把我给赶出来了 也不知道 她们过得怎么样 趁这段时间 我有空 我回去看看 刚好 把我孩子的抚养权 也给夺回来 喂 李秘书吗 你给我订一张 回老家的机票 明天呢 行 好的 谁呀 老太太 你在家吗 偷偷 偷偷 上磋 voor says 偷偷 banyak 我 行 我就在这等他回来 我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 就是来躲我儿子肥养权的 怎么 你儿子没在家呀 我知道了 是不是你儿子出去过好日子 抱父婆把你留在家里了 没带你过去啊 被我说中了 他就算不带你去 这小宝他应该也带走啊 但是听你这意思 好像没带走 让你养着呢 你说这你儿子也不怎么样 我跟你儿子 他这么多年才结婚 有了孩子 他把我给甩了 把我给甩了也就算了 这你是他亲妈呢 还有他一个亲儿子都不管 你儿子也是真够差劲的 涛涛 你别说了 我儿子 我儿子 你儿子什么呀 我看 他走了 走了 可不就是走了吗 不要你们两个了 不是的 他 他不在了 走了和不在了有什么区别吗 可不就是他过好日子 把你们给丢下了吗 当年 我让你给我说两句好话 求求情 你还不说 你还赶我走 现在好了吧 你过得比我还惨 我告诉你 这些年呀 我出去可有出息了 开了个公司 还买了车子呢 怎么 只会哭 不会说话呀 我告诉你 我这次回来就是来夺我儿子抚养权的 我劝你啊 还是把小宝还给我 只有我 只有我才能让他过上好日子 说起来 我能有今天的一切 还都托你们的福呢 当年 要不是你们狠心的把我给赶走 我也不至于 能放开手脚 干这么大的事业呀 淘淘 你别说了 你最广 她死了 她不在了 死了 死了好啊 富婆没给你们留点钱呀 我告诉你 这就是她的报应 淘淘 你误会这边了 其实 她把你从这个家赶出去 是有原因的 儿子 你这是怎么了 妈 前两天我们公司组织了一场体检 没想到 我 我查出 得了癌症 你说什么 不可能 儿子 这一定是医院能做了 走 咱们去医院再检查检查 我已经去医院 检查过了 没有错 我真的就是癌症 而且还是晚期 这是真的 儿子 妈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妈 这不是新的 妈 你别这样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呢 老天爷呀 你为什么对我儿子 这么不顾病呀 我儿子 他这么善哑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呢 真是为什么呀 妈 你别这样 你别哭了 妈 儿子 我儿子 我儿子 就在那儿 房子跟面 我在医院 去 去看病 妈 你说什么呢 我这个病 治不好的 就算是花这多少钱 也是打水票 妈 你现在听我说 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 但是 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 就是淘淘还有孩子 是呀 对吗 那淘淘 淘淘她现在知道吗 她不知道 但是咱们不能告诉她 儿子 真埋不住呀 她早晚会知道的 妈 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淘淘知道 她要是知道了 她肯定不顾一切 把家里所有的钱都拿出来 给我看病的 到时候 我的病也没有看好 你们 你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妈 我刚才想了想 只有我们把淘淘赶走 这样 才能瞒着她一辈子 不让她知道 儿子 这样做能行吗 你看淘淘 嫁到咱们家这么多时间了 那对妈也挺好的 妈 舍不得让她走 妈 我知道你舍不得 但是 但是这也没办法呀 妈 就算我求你了 好 妈答应你 可是 你这样做 她会恨你一辈子的 就让她恨我吧 只是妈 以后 就苦了你了 你以后 要帮我带着小伙 对不起妈 儿子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事情就是这样的 如果 女儿知道她生病了 会不顾一切 给她看病的 他妈脱离你呀 才想出那个办法 把你给赶走的 你知道 早早 你走到那一刻 妈的心有多痛吗 怎么会这样呢 什么多年 我还一直恨了你们两个 没想到 这孙母 和你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 妈 对不起 这么多年以来 是我误会你了 妈不会怪你的 只要你一切都不得好 你什么都强 妈 你放心 孙宝 孙宝虽然走了 但是我还在呢 我现在的日子过好了 我不会让你在家 过苦日子了 我会把你和小宝 都接回去 接回去 跟我一起住 以后 我养你 拖拖拖 妈不要拖累你 什么拖累不拖累 这孙宝不在了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 待在家里 等会小宝放学了 我们两个 一起接接小宝 我带你们一起走 妈 别哭了 我 逗逗 你对 妈